山陀尔台风还没进来 花莲路上这三头鹅先跑出来逛大街 看到机车骑士经过 马上往前飞奔 他的那个朋友很多 粉丝很多 早上在公园运动的那些欧巴桑 都是他的好朋友 有民众在玉里路上目击台风天 三头鹅逛大街的奇景 四祖说他已经养了五年 每天都会放他们出去溜达溜达 一小时左右会自己乖乖回来 三头鹅跟三头鹅 三头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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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硬梗总是玩不腻 相较之下这两只猕猴可浪漫多了 台东三仙台镜头君拍到 左边第一只猕猴悠悠地爬过礁石 选一颗高一点视野好的坐着 没多久他同伴也来了 两只就这么静静地享受着 无敌海景边听海枯的声音 那我们看到这个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第一次在三仙台看到好几个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就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 倒是网路上已经掀起讨论的声音 有网友说他们也太关心台风了吧 这标准的西高金啊 还有人哭首他们以为有月光海音乐会啊 同样不会风浪的还有他们 蓝鱼海边强风大浪但镜头拉近一看 几只黑羊白羊 愜意地在草地上走跳吹风 根本没在怕 岸边空空没人 暂停营业的超商也意外露到羊儿在唱歌 台风来袭 花冬的动物一个比一个强劲 民事新闻李遇翰 赵文博花联台东报道 MOD自选餐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50自选20 想看最正确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是你最重要的选择 傍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